今天的教程是關於在PC模擬器上用K2的方法 如果僅用手柄的用戶,選木木模擬器就好了 如果用到鍵鼠,就只能選雷電模擬器了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先在木木模擬器裡面安裝K2,然後啟動 點擊點磁激活按鈕進入激活介面 這裡稍等15秒就會自動激活 什麼按鈕都不需要碰 然後把需要映射的遊戲加入K2當中 有些遊戲K2有配置 這裡回應人者為例 點擊遊戲圖標進入詳情 找到手柄配置,點擊下載 然後啟動遊戲 木木模擬器本身有支持手柄 所以我們需要防止按鍵衝突 點擊右上角的手柄圖標 鍵位管理這裡點新鍵 由於必須要配置一個鍵位 否則無法保存 所以我們添加一個永遠不會用到的組合鍵就可以了 比如A1加開始鍵 然後就可以保存了 這時,再按手柄的按鍵就已經有反應了 K2非常方便的多場景管理 對回應人的這些多角色遊戲非常友好 我們再做一下雷電模擬器 雷電模擬器的激活沒有像木木模擬器那麼簡單 這裡需要用到K2電腦版來激活 在K2官網就可以下載 安裝後啟動 你會發現設備管理這裡已經有一個設備了 這就是雷電模擬器 然後我們只需要點一下旁邊的激活按鈕就可以了 稍等15秒就會激活成功 激活後,一樣我們加入要映射的遊戲 還是以回應忍者的手柄按鍵為例 下載好回應的手柄配置 然後啟動遊戲 雷電模擬器也是有手柄衝突問題的 點擊右側鍵盤按鈕 再點手柄 可以看到有默認按鍵 我們新建一個配置 然後把按鍵全部刪除 再保存 這樣就可以完了 所以雷電模擬器比起木木模擬器就是多一部K2電腦版的激活 當然如果用Root來激活就更簡單了 另外要用劍鼠映射的話 一定要留意教程的細節 這裡還是以回應忍者為例 下載劍鼠的配置 然後進入遊戲 這時我們需要打開K2電腦版 點擊上面的緊控制不投屏按鈕 這次留意到出現指示鼠標在模擬器裡面 但是K2電腦版的窗口擋住了 我們需要按下右邊的Root鍵 或者Windows鍵 就可以恢復鼠標了 再把窗口移開 接著很重要的是 鼠標要再點一下 這個綠色的機器人窗口 鼠標就會重新進入模擬器 記住右邊的Root鍵恢復鼠標 再點機器人 就可以用鍵盤控制了 這裡面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細節 由於雷電模擬器不支持內置鼠標 所以必須要在遊戲界面殘忍點 僅控制不投屏按鈕 否則你會看不見鼠標的 好了 這就是如何在安卓模擬器上 使用K2的視頻 K2映射還有很多功能等你探索 最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支持我們製作更多的遊戲教程 好